好 第47课 跟李老师先学到这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三册的第48课 这就是Lesson 48 The Silent Village 宁静的村庄 咱们按照惯例先熟悉一下这课书 生词和端语部分 打开书221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ad after me Inaccessible Inaccessible Hospitable Hospitable Hostile Hostile 这刚才我是用的英式发音按照后面的音标 但是李老师讲过 这个词在美式发音中 这个ILE会动成O 而且前面这个字母O是翻A的音 所以在美音中的这么来读 大声再读一遍 Hostile Hostile 好 继续 Vicinity Vicinity Architectural Fresco Architectural Fr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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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op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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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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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r Moor F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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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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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ap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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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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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ion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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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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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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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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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en Quicken 好 这是我们这颗书圣词断语部分 咱们先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 其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就是这个形容词 无法到达的 我们看着音标大声再读一遍 Inaccessible 再来一遍 Inaccessible 比较这个地方啊 人们到不了 去不了 那个地方 咱们通过一个例子 顺便连含义和搭配都看一看 你比如说 The bathroom is situated at the top of a flight of stairs Making it inaccessible to the disabled 它说这个卫生间 位于那一段楼梯的顶端 这个a flight of stairs 表示一段楼梯 两个平面中间这么一段楼梯 叫flight 那么后面是结果状语 怎么样呢 使得它对于残疾人来说 就无法到达了 对某人来说是无法到达的 叫inaccessible 后面加借词 to 因为呢 轮椅上楼梯上不去 人不方便了 那它的反语词呢 就是可以到达的 对吧 把前面那个否定词到in去掉就行了 大声对变 Accessible 好 它常见搭配呢 刚好呢 跟它的反语词那个 借词搭配是一样的 你像 All parts of the museum are inaccessible to wheelchairs 这个博物馆呢 对残疾人很友好 为什么呢 它是这个博物馆所有的部分 轮椅都可以到达 就是没有那些什么很高很陡的这个楼梯呢 都是斜坡 至少家属推着轮椅呢 能够上去 这对于什么来说 可以到达的 反语词inaccessible加to 就对什么来说是无法到达的 当然这两个形容词重要 但是它的同根的名词更重要 这两个含义都很重要 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 大声先读一遍 Access 再来一遍 Access 好 这个名词呢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接近或者进入某个地方的一个方法 一个通道 表示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注意后面借词还是加to 这多好几 它这个借词有规律 你像 The only access to the farmhouse is across the fields 这个到达这个农舍的唯一的这个通道呢 就是要穿过这片农田 别的地方都到不了 接近或进入某地的方法或通道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同样常见 都是考试常用常考的 第二个含义表示 使用某个东西或接近某人的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权利 不是走到那里去了 就是能够用 能够得到 能够接近某人某物的这个机会或权利 这时候呢 记住搭配叫have access 后面借词还是加to 我们看例子 Students must have access to a good library 学生们呢 必须呢 要有机会使用一个好的图书馆 要有这种权利或者机会 就是一个大学里没图书馆 这不可能去想象 对吧 就没法去开展了 再比如说 Only high officials have excised to the president 只有那些高级的官员才有接近总统的这个机会 have access to 就有接近或者使用某个东西或接近某人的机会或权利 好 这几个相关的同根字 跟老师同时记录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形容词 咱们看看这个热情好客的 这其实34课咱们提过一次 大声读一遍 Hospitable 注意不是医院 不能读到hospital 再来一遍 Hospitable 这叫好客的 这个常见搭配呢 有be hospitable 后面可以加一些字to 或者是tour somebody 对某人非常热情好客的 你比如说 The local people are very hospitable to strangers 当地人对陌生人特别的热情好客 不排外 这是对某人热情好客的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好客 这个名词 这个词咱们也是34个讲词 会是出现过 大声读一遍 Hospitality 再来一遍 Hospitality 就是好客这种品质呗 你比如说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hospitality 非常感谢您的好客 我非常感动 再比如说 The Chinese are noted for their hospitality Be noted for 就相当于be famous for 因为什么什么而著名而著称 中国人民怎么样 中国人因为好客而著称 朋友从远方来吗 我们都欢迎啊 这叫好客 当然这个hospitable是热情好客的 它的反应词就是冷冰冰的 不喜欢别人来的 冷冰冰的 这个叫 inhospitable 在前面也是加in 这个否定字头 这个否定字头跟刚才那个accessible inaccessible 其实一样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hospitable 或者用这个词不友好的再读一遍 unfriendly friendly不是友好的吗 这个否定字头加un 也是否定含义 还有呢unwelcoming 或者forbidding 这两个都可以比冷冰冰的 不友好的 这welcoming 不是欢迎的吗 不欢迎你来的 当然冷冰冰的 再读一遍 unwelcoming forbidding forbidding是咱们三十四课见过的 forbidding place 一个冷冰冰的 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 forbidding appearance 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使人不敢接近 我们在复习三十四课 158月第二行开始 那些更加高档的古董店 就是那些珍贵的东西呢 被漂亮的陈列在玻璃柜子里边 为了防尘使用 这个古董店怎么样 通常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 一看呢 普通老百姓不敢去 好 这些相关的这个词汇 有温固 有知心 咱们同时把它记住 下面一个咱们来好好看一看的就是附近地区 这个词也是要记住重要搭配 大声读一遍 Vicinity 当然读快以后 中间这个字母体会带点轻轻的着化 再体会一下 Vicinity 再来一遍 Vicinity 好 这是附近地区之名词 但我们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是用在这个介词段语里边 叫in the vicinity 表示在附近 如果强的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后面可以加of 再加定语 那我们分别看一个例子 咱们直接看本书中的例子就可以 在未来的第48课 就是我们在本课书中一会儿就会碰到 在咱们2220页第八行 We had spent several days in a small town and visited a number of old churches in the vicinity 我们在一个小城里呢 度过了几天 并且还造访了在附近的几个旧教堂 这就讲在哪儿 在附近 in the vicinity 对吧 如果强的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那后面再加off 再加冰语 这个也是不用看别的 咱们就看新概念教材里边就可以 在第四册的第七课 蝙蝠每个数 就是四册41页的第四行 Everyone knows that if he shall send a vicinity of a wall or a mountainside an echo will come back 每个人都知道 如果他在一堵墙或者山腰的附近 喊一声的话 回声会反弹回来 在什么什么的附近 in the vicinity 后面叫of 再加冰语 看到了吧 跟他的同意搭配 就是in the neighborhood 表示在附近 如果强的在什么什么的附近呢 用of something就好了 我们把中心词附近的确读一下 neighborhood 但注意在这我们用的是美式拼写 如果是英式呢 把中间那个or或者our就好了 这个也是咱们看新概念就行 咱们前面讲过的36课 166月的第21行里面出现过 这个汉斯呢 返回了老家 但是呢 房子已经被炸平了 并且no one in the neighborhood 附近没有人知道 他的这个居民呢 就是他们家家人呢 下落如何 在附近in the neighborhood 对不对 我们见过 其实这个表达呢 我们最早提过 是在第六课杂橱窗抢劫 怎么说过 咱还记不记得 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一个拱廊街 看这一大长串 大家还记得吧 a famous arcade 一个著名的拱廊街 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 分别可以用near close to around 或者用借词off 都可以表在附近 或者可以用in the vicinity of in the neighborhood of 后面再加这个pick这里就好了 这个是复习 谈到在附近 我们立刻又想起来了 千万不能忘记旧知识 我说呢 坐公交车一会儿就到了 大家还记得 叫only a short bus ride away 这个ride不是车程吗 送公交车一会儿就到了 走着走一会儿就到了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在走路能及的范围之内 说明离此不远 对吧 我说开车可以到 within driving distance 开车能到 我说坐这个公交车通勤往返很方便 within commuting distance hands commute 表示这个这个往返与两地通勤 就是这个地方通车 还有我们说这地方离这儿 仅一箭之遥 英语中叫扔石头的距离 only a stone's throw away 这个throw是名词吧 就仅仅扔一块石头的距离 也是形容镜 好 这相关表达的总结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也是 这个词也是有点温固 但主要是执心 在本文中当动词来用 叫做缓慢 而步履沉重的走 大声读一遍 tramp 再来一次 tramp 我们看看他的英文解释 这是什么一个走的方法呢 他讲是 to walk somewhere slowly and with heavy steps 看到了吧 缓慢的向某个方向走 并且伴随着沉重的脚步 或者因为衰弱 或者年纪大 或者特别的疲惫 拖着沉重的脚步 这个脚步 缓慢前行 这个动词啊 急悟不急悟都可以 我们现在看一个急悟动词的例子 直接可以下编语 He tramped the streets looking for work 他呢 在这些大街上 缓步前行啊 走了一条大街 又一条大街 后面直接用大街做编语了 在什么呢 找工作呢 说明跑了好几天了 都累批了都 我们再看不急悟动词 后面可以先加一个借词 再加避语 就tram through 或者across 或者around 我们看 看一个例子 就看本文中 咱们220页的13行 We tramped through the wood for over two hours 我们缓步 穿过了这个树林 大概呢 花了两个多钟头 直到到达了一个 深深的溪流 这个地方 这是拖着沉重步伐 缓步穿过某个地方 对吧 这是当动词来用 这个tram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 第一个就是这种行为 就缓步前进 这种行为 我们看一个例子 go for solitary tram in the country 是什么意思呢 在乡间 独自一个人缓步前行 说明拖着腿特别累 这么走 这country不一定是国家 可以比较农村 咱们四十一刻讲过 solitary 咱们也讲过 独自的一个人的 一个人独自缓步 拖着沉重的脚步 在相间前进 再个说 we had a long tram home 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 慢慢的走回了家 这漫长的道路 这是一个tram 但别忘记 我们二十七刻 还见过tram的另外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咱们先回顾这句话 but real tramps are not beggars 一般三十页第十二行 大家一看乐了 是什么意思 流浪汉 不是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吗 我们很少看到流浪汉 在马路上跑步 这个不常见 对 你要他成天溜来溜去 又吃不饱肚子 那可不是缓慢前行 所以名词是流浪汉 这个也好奇 好 这个词跟老师 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形容词 就是表示破旧不堪的 年久失修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delapidated 再来一遍 delapidated 破败的破旧的年久失修的 咱们也看例子 先看个英文解释吧 它形容一般形容什么呢 a furniture and buildings 一般多形容家具呀 或者一些老的建筑物 它表示old and in very bad condition 旧的 而且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 破旧的 年久失修的 一个家具呀 一个老房子等等 你比如说 a delapidated chair 一个破椅子 a delapidated bed 一个破旧的床铺 再比如说 we stay in an old delapidated hotel with a leaky roof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非常古老的 破旧的一个旅馆里边 屋顶还是漏雨的 这delapidated 叫破旧的年久失修的 它一般指家具 或者是建筑物 这个破旧的 破旧不堪的 是我们回忆起新干年二册 咱们见过另外一个字 我们大声读遍 bettered 再来一遍 bettered 它表示old used a lot and in bad condition 韩义类似 只不过它不一定特使 这个家具和建筑物 它表示 纯旧的 被用了很久很久的 并且处于很糟糕的状态的 对吧 你像a battered old suitcase 一个破旧的 老手提 一个手提箱 对吧 再比如说 a battered old car 而一个破旧不堪的 一辆旧汽车 还有咱们32册的35克 就新干年二册 162第九行 while the battered car was moving away 当这部破车 吭哧吭哧 正在开走的时候 这个Roy 把公交车拦下来了 并且打电话报警了 这个better 叫破旧不堪的 对吧 那别忘记 我们在前面 46克自己动手 还讲过一个 叫遥遥晃晃 快散架的 尤其表示 类似家具这种东西 我们大声读一遍 Rickety 我们讲过它类似 shaky 叫遥遥晃晃的 它的意思是 A rickety structure or piece of furniture is in very bad condition and likely to break easily 一个Rickety 这么一个结构 或者一件家具 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 并且有可能会散架 遥遥晃晃 笋头松动了 你像A rickety old wooden chair 一个遥遥晃晃的旧木头椅子 支牛支牛响了都 还有我们46克 刚讲过212月14行 当登保险丝断了而灭掉 家具变得遥遥晃晃的时候 你看furniture gets rickety 这不主戏表结构吗 这几个破旧不堪的细微差别 刚才讲清了 咱们仔细复习记住就好了 下面咱们再看一个 表示破布或者碎布片 大声读一遍 rag 好 这个rag呢 表示破布碎布片 但是它经常用复述rags 它的复述形式就表示乞丐服 叫花子穿的衣服 你想不是碎布片拼在一块呢 对吧 我们尤其用在固定搭配件inrags 穿着破旧的衣服 穿着乞丐服 这个意思 一个说 a tramp dressed in racks 一个流浪汉 什么 穿着破衣啰嗦的流浪汉 都是碎布片拼在一块 对吧 再比如说 children in racks back money from the tourists 穿着破旧服装的儿童 在向游客在这讨钱的 一帮小叫花子 对 是这种 这是乞丐服 但是由这个使我们想起 我们在13课 这个是我别害怕 那一刻书中 讲过其他的一些衣服 刚好咱们顺便做过复习 这个costume指的是什么 化妆服 道具服 或者戏服 就化妆晚会 或者演话剧 穿的这个衣服 还有这个overalls 或者美式版本叫coveralls 叫做蓝领工人穿的工作服 或者工装裤 对吧 那么第四课不是指垃圾工穿的吗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这个uniform是表示制服 统一的着装 你看school uniform是校服 military uniform是军装 这都是统一着装 我们很快再提一遍 sportswear表示运动服 但是李老师讲过 凡是用wear表示衣服 通通是不可数名词 对吧 随着运动服不可数 还有leisure wear 就休闲装 对不对 不可数名词 还有underclothes 或者underwear underclothes 它本身就是复数 underwear由wear构成的不可数 这两个表示内衣 内衣裤 还有呢 这个左边 这个表示西服套装 我们大声在读遍 suit 这其实第四课就见过了 对吧 还有呢 死人穿的兽衣 装过 我们大声读遍 shroud 这个衣服咱们越晚穿越好 好 这些多数是复习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名词 就是人或者车 的这么前进的队伍 这表示人或车呀 什么人或动物 等等这个队伍啊 这几个名词还真的 很多都不会用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percession 再来一遍 percession 咱们先看看是什么样的队伍 他表示 align of people or vehicles that move along slowly especially as part of a ceremony 这解释够清楚 对吧 一长队的人 或者个汽车 车辆 缓慢的往前走 尤其是作为一个典礼的一部分 这不是平时马路上买东西的 平时堵车是排成的长路 它一般是某个仪式 某个典礼里边 人或车行进的队伍 你比如说 a funeral percession 一个送葬的队伍 可能有灵车 有送葬的亲友 缓慢的在走着 a wedding procession 一个婚礼的队伍 或者婚车的队伍 婚车不可能跟 这个走高速公路一样 那么快的 慢慢的就为了让你看看 还有 a carnival procession carnival表示 这狂欢节 狂欢节游行的队伍 对吧 还有呢 我们经常用的动词段语叫 march in procession 这个march 在本来不表示行军打仗 行军的意思吗 在这是列队前进 我们看一个例子 groups and unemploye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marched in procession to the capital 可能大家要游行了 大队大队的这些失业者 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失业者 向着首都在列队前进 有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这个procession 表示人货车的队伍 队列 我们还有一个词 也用的特别多 叫parade 这个一般是某个节日 或者庆典上游行的队伍 或者要是士兵 就是阅兵士 或者列队在展示 列队在表演 我们大声读一遍 parade 我们从这解释一看 一般有表演 故意为了给别人看 这么一个性质 对吧 你比如说 a victory parade 一个庆祝得胜的 这么一个队伍 a carnival parade 一个狂欢节的游行的队伍 这跟刚才的procession 在这含一类似了 还有a military parade 一个阅兵士 这军队列队前行 这为了表演 还有a fashion parade 这是个时装秀 时装表演 有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a parade of players before a football match 在一个足球赛之前 怎么样 这个运动员们 列队出场 也是一个parade 这个记住 当然在我们新干界第三册里面 还出现另外一个词 再记住这个就好了 也是人或者事物排成的这么一队 一长队 大声都变 column 它的意思就是 a long moving line of people or things 一长长的一队人 或者是事物 它是在前进 在移动之中的人 或者事物的队伍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你比如说 a column of soldiers 一队前进的士兵 a column of refugees 一队前进的难民 可能拉家带口 背着包袱 正在往前走 这跟刚才的parade和percession 和仪式的一部分 很明显就不一样了 对吧 在比如说54克里面 在未来244月15号 咱们会看到 就是在看到一个大蜘蛛 扑向一只苍蝇 或者一大队的蚂蚁 得胜凯旋背回家 一只巨大的死甲虫的时候 有谁能不对此充满了敬畏呢 你可以一对蚂蚁 a column of ants 一对前进的人 或者事物组成的队伍 叫这个词 好 这个词跟老师看在这儿 下面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看 因看不清 而眯起眼睛来仔细地看 这个也主要是复习 我们大声读一遍 peer 因为看不清 而眯起眼睛来仔细地看 它常见的搭配 后面可以跟at Mary peered at her watch 玛丽眯起眼睛来仔细看表 可能光线太黑 看不清楚 还有我们在本科书中 220128行会出现 All women in black shawls peered at us from doorways 那些老太 第一帮老太太 穿着黑色的头巾的 就披着黑色头巾的老太太 从门廊这个位置 眯起眼睛来看我们 可能老太太老眼浑花 也看不清楚了 peer at somebody 眯起眼睛来仔细地盯着看 那跟他比较类似的 有一个词 我们22个就见过 叫squint 也是因为看不清楚 眯起眼睛来仔细地看 我们大声也读一遍 squint 他也跟at搭配 跟peer是同一词 还有个固定搭配 叫screen one size 就是眯起眼睛来 你像 stop squinting at the screen put your glasses on glasses on 他就是别眯着眼睛 看屏幕了 戴上眼镜 眯着眼睛看屏幕的 眼睛干坏了 戴上glasses 戴眼镜 还有我们在当时 第二十二课讲过的 别忘记 110页十六行 then squinting his eyes he said the light is dim read the letter to me 然后眯起眼睛来 他说 光线太暗 把信读给我听 22课咱们讲过 在当时我们还讲过 还有跟他类似的 peepat 或者是peek at something 表示偷窥 偷偷地看 跟那个peer 眯起眼睛看 区分开 还有我们讲过 lear at 叫色眯眯地看 跟那个peer 又差了一个字母 对吧 你像 he was always learing at female members of staff 他总是色眯眯地 盯着女员工在看 这be always doing 不是令人讨厌的 老做某事吗 对吧 还有glance at something 表示匆匆地看 或者是浏览一遍 很快地看一遍 但是这个glimpse 是一个急悟动词 它表示无意中 一眼看到 一眼瞥见什么 你看我们表示 主动地去看 一般我们都叫at 而看到 一般都是急悟的 就像look 我们叫at 而see 看见 是不是急悟吧 跟他类似 还有我们复习那几个看 第六课讲过的几个看 gaze at 就充满兴趣地在欣赏 在看 stare at 瞪大眼睛凝视 对吧 gabe at 张着嘴傻看 看啥了 glare at 对某人怒目而视 这几个都是主动地看 后面都加这个at 好 这是我们第四十八课 声词和短语部分 葛老师 先看在这 下面我们来看看 四十八课的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先说 in this much traveled world there are still thousands of places which are inaccessible to travelers 他说在这个旅游频繁的世界上 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地方呢 是游客无法到达的 这个in this much traveled 这个形容词啊 值得咱们看一看 在这呢 可以翻译成旅游频繁的 在这这个match 加一个hyphen小连字符 它是表示 有很多人参与的 广为的 广受什么什么的 经常用match 后面加一个过去分词 就是被很多人所旅游的 咱们叫旅游频繁的 对吧 咱们记住啊 这个match在这强调 参与的人数众多 广受或广为 我们多看几个 这样的词特别多 你比如说match loved 叫做备受爱戴的 就是被很多人喜爱 对吧 再比如说match respected 是什么意思 这是深受尊敬的 广为敬仰的 就是这个人被很多人尊敬 再比如说match admired 就广受钦佩的 很多人都佩服他 被很多人这个钦佩 对吧 match discussed 就是广为讨论的 就是这个话题 或这个主题 或这本书 被很多人讨论 对吧 再比如说match criticized 这个翻译成 备受批评的 就是被很多人批评了 还有咱们以前曾经见过的一个 match claimed 我们的aclaim这个词可以表示称赞表扬 但这个词经常用被动 这刚好翻译成 备受赞誉的 就很多人都表扬他 对吧 本文中就是这个旅游频繁的世界上 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地方 后面是定义从具 里面出现了咱们词汇中刚讲过 搭配叫be inaccessible 后面叫to 对某人来说是无法到达的 就游客无法到达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再看第二句 他说 we always assume that villagers in remote places are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我们总是会以为 那些在偏僻地方的村民们 总是友好而又好客 你想总不见生人 见到陌生人不应该感到很新鲜 很喜欢吗 但是在这他用的是we always assume assume这个词表示设想或者以为 但这个词它带有贬义词的味道 它暗示这个设想这个看法没有什么依据 而且暗示往往是错的 所以这个sume往往有贬义词的味道 咱们看看其他几个课文中出现的是不是都这么用 38克最早的日历 在174级第十行 期间为始 历史学家们还以为这个日历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 就随着农业的到来而产生的 但后文中看到了这个看法是错的 再比如说咱们第46课 当登保险丝断了人灭掉 家就摇摇晃晃 管道堵了吸尘器不能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女人总以为她们的老公一定能用某个方法把东西修好 但做着说这可不一定 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能功瞧将 对吧 本文中也是这样 我们总是认为 就主观的认为 这个remote places一定注意 这个remote不但可以表示遥远的 表示路程远 它也可以表示偏僻的 与世隔绝的 在这就偏僻的地方呗 那里的村民一定是friendly友好的 并且hospitable就是好客的呗 我们看下一句 第三句是这一段的一个重点句 咱们注意 but 转折 people 这是人 什么人呢 后面黄颜色的当然是定义松句 who are cut up not only from foreign tourists but even from their own countrymen can be hostile to travelers 就是那些不但与外国的游客相隔绝 这个be cut up from 字面意思好像是从什么上切下来的 那么当然派生意就是与什么什么相隔绝 老死不相往来 好像一个黄瓜切断了一样 这个结构咱们以前讲过 当然前面这个not only 跟后面这个but 构成固定搭配 不但而且 注意这个but 前面有了not only之后 这就不能发现了但是了 而且甚至与他们自己的同胞都不能见面 就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个村子外边的同胞 这样的人 can是推测有可能怎么样呢 hostile hostile就有定义的 但是英国人都能hostile 咱们讲过这发音了 他后面搭配是跟tube搭配 对什么有敌意 对游客可能是有敌意的 所以咱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对吧 你到那个地方去 你最好注意安全 他们很少会对你很友善的 这是作者呢 他后文中用亲身经历来证明了 但是这句话中呢 第一个搭配咱们就复习一下这个cut 使这个东西与后者隔绝开 它的意思是 to prevent somebody or something from leaving or reaching a place or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outside the place 就是让某人某物无法离开 或无法与后者相交流沟通 就是使前者跟后者相隔绝 我们看例子 having a new baby can cut a young mother off from the adult world 有了一个新的婴儿 就是家里刚生了小孩之后 这有可能会让一个年轻的妈妈呢 与成人世界相隔绝 就是也见不到亲戚朋友 也见不到同事 就在家里看小孩 什么说这个这个 什么生一个孩子会傻几年 跟这可能有关系 跟别人不接触 我跟成年不接触 天能看孩子了 好 当然这个完全可以用被动 因为开始急无动词 我们可以用被动 你看我们四册的第三课 在未来第四册的第三课 就Mad woman这棵树 四册的十七页第八行 除了像Zermar和Sermonese 这一两个地方之外 这些地方很快的变得很流行起来了 但是阿尔卑斯人的村庄 往往都是贫困的地区 为什么呢 我们是过去分词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by high mountains 被高山与文明相隔绝了 看到这个cut是过去分词吧 为什么是贫困地区呢 因为他被高山与文明相隔绝 被无法见到外面的世界 这是隔绝 这个隔绝隔离 跟他类似的 我们可以看几个类似的搭配 比如说这个搭配 叫be out of touch with 这个touch本来表示 接触联络的意思 如果跟某人有联络 可以叫be in touch with 保持联络就keep in touch 对不对 那be out of touch with 就与某人失去了联络 或者不了解这个人 这个事项 这个世界 比如说 we've been out of touch with Roger for years now 我们现在呢 已经多年与Roger 与罗杰这个人失去联系了 都不知道 现在这个人不知所终 没有联系方式 再比如说 all people sometimes are out of touch with the modern world 老年人有的时候呢 会与当代世界呢 相隔绝了 就是不了解当代世界 他们呢 也不用手机 也不上网 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 最流行的什么事 都不知道 与什么什么失去联络 完全不了解什么 那么当然表示隔离隔绝呢 咱们立刻想起来了 咱们以前讲过 separate A from B 把前者跟后者相隔离 这个比较简单 三十六个就出现过 战争快结束时呢 受伤了 他呢 就被送到了医院 从此以后呢 与他的部队相隔离开 再也没有联络了 用他 他的同一词 可以用isolate 后面也是跟from 构成固定搭配 把前者后者隔离开 你想 A high wall isolated house from the rest of the village 一堵高墙 把这栋房子 跟村子里其余的地方 隔离开了 当然还有一个 稍微书面化的动词 他用法更窄 就是我们曾经见过的 大家可能有印象 我们大声都变 segregate 这个在三十六个咱们讲过一次 他后面呢 也是跟from搭配特别好记 但他一般的都是指人 而且一般都强调因为种族啊 性别啊 或者宗教等等原因 把前者后者隔离开 你比如说 A culture in which women are segregated from men 这样一种文化 在这种文化之中呢 妇女和男人是相隔离开的 再比如说 Blacks were segregated from whites in schools 这是一般过去时 指当年的情况 在当初在学校里白人跟黑人是隔离开的 不能够在一块待着 这是指各种的这个隔离啊 隔绝不联络 相关搭配可记住 本文中说那些人 是不但呢 与外国的游客没有见过面 甚至呢 还与本国的同胞们也不相联络 也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当然这个once own countryman 这是看作固定搭配的 就是某人的同胞 once countryman 有的时候也可以在前面加一个fellow once fellow countryman 都可以表示某人的同胞 就同意国家的人 咱们看这个例子 a hero much loved by his countryman 这个much 咱们在第一句话刚刚讲过 就备受对吧 就备受他的同胞热爱的一个英雄 就本国人民都特别爱他 在他的同胞 对吧 再比如说 Didn't he feel guilty about betraying his fellow countryman? 他背叛了他的同胞 他难道不觉得有罪 不觉得愧疚吗? 这guilty叫有罪的或惭愧愧疚的 对吧 betray就是背叛了 背叛他的同胞 当然这个同胞就是同一国家的人 然后如果我们非要说 我的中国同胞 或者那个人他的美国同胞 那怎么办呢? 这个表达咱们见过呀 用once fellow Chinese 这是某人的中国同胞 once fellow Americans 就是美国同胞 注意这个Chinese 这个词单复数同行 American就是用复数 这Chinese就不能再加S了 这个表达咱们在小肯尼迪就职演说中 咱们听过这个片段 咱们复习一下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你看这说明这句话说得很精彩 话声 这个话音刚落 掌声响起了 And so 因此 My fellow Americans 我的美国同胞们 不要问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 问一问你 能为你的祖国做些什么 这是美国同胞 本文中这同胞 不是指具体某一国家人 就是同一国家的人就行了 有可能对游客是充满敌意的 好 我们再看第一段最后一句 首先呢 这句话主意是visits 就是造访 访问 游览 后面的后置 也是to really remote villages 去那些的确特别偏僻的村庄 这个remote我们讲了 在这不是遥远的 而是偏僻的村庄 怎么样呢 are seldom enjoyable seldom 是almost never 几乎绝不 很少 enjoyable 是令人开心的 就去穷乡僻壤地方 去那去旅游啊 很少是一件开心的事 后面呢 s是引导的 毫无疑问 是咱们讲过的 s引导的定义村庄 这个破折号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逗号 可以看作一个 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补充说明 正如我的妻子和我呢 在巴尔干这个地方 旅游时所发现的那样 巴尔干半岛嘛 在这个地方 所旅游时发现的情况那样 咱们呢 这个s呢 是关系代词 修饰前面整个这个主句 那当然关系代词 在定义村庄里面 充当discover 他的编语 发现的什么 发现的内容不正是 去偏僻的村庄 去旅游 很少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吗 对 在这我们复习一下 咱们在33课就讲过的知识 就是 which引导定义村庄 它可以引导非限量性的 这s呢 也可以引导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这个s是关系代词 这个which也是关系代词 那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很快复习一遍 咱们讲过 咱们说过有四大区别 第一个 就是指代不同 s作为关系代词 它指代整个主句 刚才那句话就是 对吧 而文位置呢 作为关系代词 或者指代整个主句 或者指代某一个先行词都可以 但它指代不一样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位置不同 就是s引导的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可以放在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 尤其它可以放在主句前 就可以放在聚首 其他的定义村庄都做不到 位置的也一样 位置引导的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不能位于聚首 就不能放在主句前面去 对吧 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位于聚首的 正如一首诗中指出的 生活不过是场梦 这个s呢 修饰后面整个主句 它做point out的宾语 放在聚中也行啊 孩子正如经常是这种情况那样 都爱他们的母亲 放在聚中了 放在主句后也行啊 他现在已经生气了 正如很多人可以看到的那样 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 都可以 位置不同 第三呢 是含义不同 这个s引导的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这一看 一般我都翻译成正如什么 它一般还有众所周知 这个含义 多翻译成正如 而位置引导的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不一定有正如这个含义 它的意思是灵活的 你比如说下面这个 位置引导的非限量性定义村庄 就不能换成s 咱们看例子 the sun heats the earth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plants to grow 太阳给大地以热量 这使得植物生长成为可能 这个位置能发现的正如吗 正如使植物生长成为可能的那样 这根本讲不通 逻辑不对了 所以呢 它的翻译可能不一样 最后一个是省略不同 在as后面加必动词 再加过去分词这个结构里边 就是关于代词呢 后面用被动这个结构里边 它可以省略后面的必动词 is或者was 而which加上必动词 再在过去分词里边 可以省略which加必动词 同时省略 而不能只省略必动词 你像as is reported 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as reported 中间单独省略必动词 which里面是不能这么省的 你比如说 一只陶顿的美洲诗 a puma which was at large 这个which was可以两个都省 只剩下a puma at large 却当然不能改成a puma which at large 这个语法就错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是四大不同 就是我们说的 它的指代不同 位置不同 含义不同 和省略不同 这种句子我们复习复习 咱们先看33课 情况可能会大规模的变糟 这是放到主句后面的 正如一些人最近在西级市交 paramata发现的那样 这发现的正如吧 关一代词修饰整个主句 他在定义统计里面做discover的编语 新冠年二册第91课 这是放到巨手了 正如指挥官后来解释的 这个站里面有一半的人 都根本不知道另外一半在做些什么 as修饰后面 这个指代后面整个主句 他在定义统计里面 当然做explained 它的been 对吧 还有我们四册二十二个知识和进步 就是在127页的13号 正如如此频繁被指出的 当然在这里面 可以把后面这个is去掉 我们到第四次最后讲了 可以把它改成as so often pointed out 也可以 B动词可以去掉 他修饰整个主句 在定义统计里面 当然充当主语 正如他被指出的那样 好 这是我们旧知识的一个复习 首先48个开明综艺就说 这个世界大家到处旅游 但有些穷乡僻壤 可能根本游客到不了 作者说你最好别去 你去那边旅游 很少令你开心 下面作者就用自己和妻子亲身经历 来证明这个说法 那究竟作者经历了怎么 怎么一个不愉快的经历 咱们在后门极端中 再接着说 下面第二段的作者就描述自己跟妻子 在这个巴尔干游历的经历 咱们看第二段 他说 我们呢在一个小城镇里边度过了那么几天 这个spend 当然一般过的事就是spend 过去分词也是它 这是度过的意思 对吧 并且呢造访了几个旧教堂 这教堂在哪呢 in the vicinity 咱们生死中讲了 就是在附近的几个旧教堂 咱们看第二句 这第二句有一定难度 咱们看看屏幕 他说 these attracted many visitors 这个还是句子的主观结构 这些当然是承接上门了 就是这些旧教堂了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这个还是我们用逗号缚引出它的原因 为什么呢 补充说明 因为他们当然还是这些教堂 这个not only 当然是跟这个but 还有巨墨的aswell 放在一块构成固定搭配 就是不但而且还怎么怎么样 对吧 因为他们不但呢 在建筑方面呢非常有趣 就造型呢很有趣 而且呢里边呢 还有大量的保存完好的一些壁画 这个fresco表示壁画 复述加es 那么这里边当然出现了一个 咱们在三十二课一艘沉传中 讲过的一个书面语的表达 就是大家注意这个of great architectural interest 这个architectural当然来自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 architectural是形容词建筑的 用它来修饰名词interest 所谓它是由interest构成中心名词的一个名词短语 那么我们前面加一个介词of 在这儿呢当作表语来用 那当然是个书面语的表达 咱们复习一下这个小知识点 看屏幕 就是用介词of加上名词 当然有可能是名词短语了 用它来描述人或事物的特征 它往往发挥着一个形容词的功能 它要么呢做后置定语 要么呢在系统词后做表语 本文中是当然是做表语了 这个后置定语就是放在名词后面修饰这个名词 这个知识我们在三十二课讲过 咱们复习一下这个句子 150页的第十四号 Nothing of value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找到了 但是呢这被带到水面上来的 数不胜数的东西被证明是 Prov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我们看到这个of value 这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nothing 而后面这个of great interest 非常有趣的 这不是做表语吗 做这个必动词后面的表语 这不是一个系统词被证明是吗 一个是后置定语 一个是表语 我们说了这个一般只用在书面的场合 咱们的口语对话中一般来说是听不到的 当然呢它一般来说啊 比较简单的结构可以还原成形容词 你看本文中其实相当于 nothing valuable 因为对nothing本身它是不定代词 所以咱们把它还原成形容词之后呢 它也是后置 因为这个形容词是后置 修饰不定代词的 而后面这个prov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其实是类似于proved to be very interesting 对吧 那这么一来咱们很多同学应该还记得这个知识 那本文中呢 这个they were not only of great architectural interest 是不是也就相当于 they were not only architecturally interesting 对吧 我们把这个interest换成形容词interesting相应的前面呢 这个architectural我们换成architecturally 换成副词就好了 这个含义就类似了 不光是在建筑方面很有趣 好 而且怎么样呢 再回头本文中 but contained 这个contained咱们以前讲过表示 那箱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那里边容纳着成着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的 不光可以表示容器里容纳着什么东西 也可以表示呢 某个建筑物里边有什么什么 你像本文中就是教堂里边有这个壁画 对吧 那当然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那你别说 the museum contains a number of original artworks 这个博物馆里边 有一些原创的艺术作品 这个contained在这是建筑物里面有 那再比如说 the room was small and contained far too much furniture 这个房间呢很小 里边装的家具实在是太多了一些 对吧 那家具为什么too much呢 因为furniture家具怎么样 不可数名词 对吧 好 当然还有本文中是里边有什么呢 是beautifully就是被非常好的preserve 咱们第三课就讲过了 叫保存 在这用过去分词 就是被保存的完好的一些壁画 可能历史悠久的1000多年了 到现在呢 依然保存的好 G-Morning as well 是跟前面那个not only和but 构成固定搭配 不但而写 对吧 当然这里边这个beautifully 咱们要顺便说一声 因为这个副词是多一词 那么咱们同学可能更熟悉 第一个意思 就是漂亮地 美丽地 因为beautiful 这个形容词 咱们最熟悉的意思 可能就是美丽的 对吧 但是这个意思咱们见过 你看我们第三课 22课 22页的第六行 they had large rooms with beautifully decorated walls 咱们还记得吧 这个庙宇里边 有很宽敞的房间 房间里边呢 墙壁被装饰得很漂亮 被很漂亮的装饰的墙壁 对吧 这是漂亮地 美丽地 但你不能本文中 你不能说保存的很美丽 对吧 在这儿呢 是表示很好的 他的第二个意思 怎么记住 就相当于very well 很好的 在本文中保存完好吗 就好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的这个腿啊 现在复原的非常好 已经几乎完全康复如初了 heal 痊愈的意思 对吧 这不能说痊愈的很美丽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children behaved beautifully 孩子们表现得很好 特别听话 很乖巧 对吧 这是很好 并不是美丽 还有这个用法 咱们在第七课曾经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38页的第十二行 我们到第三段页里发 瘟固的成分 往往比知新的更多了 咱们看啊 这个想象一下 当他们发现一个被烹饪的很好的钱包 并且这个钞票都变成灰的时候 那副惊讶沮丧的表情吧 这个beautifully cooked 不是被烹饪的很美丽 而是烹饪的很好 都熟了 都能吃了 钱包不是皮的吗 对不对 都出那个烤肉皮的味了 这是本文中显然是第二个意思 好 这个句子也特别重要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这句话因为是指当时情况 用一般过去式 这吸引了很多游客 因为他们呢 不光是在建筑方面非常有趣 而且里边还有一些 就a number of 有一些 这个保存的很好的呢 一些壁画 壁画叫frescals 咱们一块附述一遍啊 这吸引了很多游客 这些 these attracted many visitors 为什么呢 用逗号for引出原因 for they were 然后呢 not only 后面加戒词 of great architectural interest 好 还有什么呢 but contained a number of 什么 beautifully preserved 就保存完好的 frescals 最后加一个 aswell 好 咱们呢 马上造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也是有一定难度 那咱们看这个中文 这个故宫啊 故宫咱们以前造句就出现过 叫 The Imperial Palace 这帝王的宫殿 吸引了很多游客 我们在这儿呢 就用一般现代式的行了 我们不是表示某一次的形成 而是就是一般的状况 对吧 因为它不但呢 在建筑方面很有趣 各种斗拱啊 各种这个 雕梁画洞啊 这个这个红砖碧瓦的 建筑很有趣 咱们又用刚才的结构背一遍就行了 而且里面还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文物 诶 描述故宫恰如其分 只不过呢 在这儿用文物叫 Historical Relic 这个叫文物 历史文物 这个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咱们把它复述一遍吧 咱们先说故宫 The Imperial Palace 怎么样 Attracts many visitors 因为什么 For it is not only 就是 of 贝变 Great architectural interest But contains a number 大量的 A large number of beautifully preserved Historical relics As well 非常精彩的句子 对吧 结构紧凑 中间的这个语法结构 也是井井有条 句子虽然长 它没有一句废话 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这故宫吸引了很多游客 因为它不仅 也是用奥特加名词做表语 不仅在建筑上很有趣 而且里边有 在建筑内部有 Contains 大量的保存完好的 Beautifully preserved 历史遗迹 这些表达 咱们经常把它背一背 咱们把它用一用 这个印象就深刻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然后我们看下面第三句 on the day before our departure several busloads of tourists descended on the town on the day before our departure 当然在这是时间状语 就在我们走的 departure 来自depart 离开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头一天 这个在具体某一天 可以用on 但是这个on在这是可以省略的 因为我们说表示时间的名词 它本身就可以当壮语 你在前面加上借次on 借次短语也是壮语 这个on加上去掉都可以 加上这个on来得更为正式一些 这个有据为正 咱们做个比较 你看本文中这里加了一个on on the day before our departure 这有个on 对不对 没有这个on是同样正确的 咱们以新概念为例 这新概念的句子比字典还可靠 我们看在第45课 不要忘记新闻报道的为例 208月的第16行 the da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five children 在这个五个孩子出生之后的那天 the day 你看前面能不能加上on的也可以 但去掉on的也对 在这就是做时间状语 一个飞机到了阿波丁 对吧 带来60个记者和摄影师 大家看到了吧 加不加这个都行 我们再做比较 下面两句话都正确 we met on the following day 转天我们两个人相遇了 也可以直接简化成 we met the following day 转天我们相遇了 去掉这个on 也可以 你不见得是某一天呢 其他的表示时间的这个名词 也可以加戒词 你比如说 we met in the spring of 1983 我们在1983年的春天相遇了 在那年的春天 我可以加戒词in in the spring 但也可以把in去掉 直接用表示时间的名词做状语 we met the spring of 1983 同样正确 这些小细节啊 我们平时讲清楚之后呢 咱们在写作的时候就速度快 而且心里踏实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说我们离开的前一天 sever bus loads of tourists 来了好几汽车的游客 这个公共汽车叫bus 没什么说的 这个load是表示 一车的一船的 是表示里边装的人啊 或者装的东西啊 就一车一车一船一船的 因为这个load 当动词可以表示 往车上交通工具是装货 对吧 所以用一车的一船的 用load这个词 我们看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 a truckload of wood 一卡车的木材 对吧 再比如说 a shipload of cotton 一船的棉花 这轮船是运货的 对吧 再比如说 a carload of visitors 坐了一小汽车的访客 可能有那么三四个人 坐在这个汽车里边 那本文中呢 当然就好理解 就是好几汽车的游客 可能那种大巴士 旅游大巴 突然间呢 到这个城市来了 de sand on 嘿好 刚好做复习 咱们四十一刻刚刚讲过 de sand 本来有下降的意思 这好像是从天而降 神兵天降 这感觉啊 而且我们当时讲过 de sand on 这个结构 人作主语和事物作主语 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人作主语是大批的突然来到某地 而且往往暗示造成不变 它有点贬义词的味道 我们看例子 我们看含义啊 先看中文这个解释 叫大批突然来到 英文解释呢 更详细 当然这个我们先顺便说一上 这个on 可以在这把它换成更为正式的解释 upon 这两个意思一样 它的意思是 to visit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large numbers especially unexpectedly or inconveniently 大批的来造访某人某地 尤其是出乎意料的 或者是造成不变的 怎么来这么些人呢 应接不暇了有点 你比如说 Millions of tourists descend upon the area every year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到这个地方来 往往游客太多 可能当地就有点桑乱差 这个dependent是人大批来到 但是它也可以表示 事物做主语的时候 翻译成突然降临 这就好事坏事都行了 它指 当然搭配一样 还是叫on或者upon 指什么黑夜呀 晚上啊 某种情绪心情等等 to arrive and begin to affect somebody something especially suddenly 就夜色呀 黑暗呢 或心情啊 什么快乐恐惧等等 到来了 并且开始影响这里的人或事物 尤其是突然降临 某种情绪 某个夜色黑暗等等抽象的事物 突然降临 咱们复习下41课的原文 192页的第27行 大家看还记得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个印象更深刻了 什么呢 就是这个宁静 什么宁静 突然降临到冷冷清清的城市街道上的宁静 什么时候呢 在周末的时候 数以千计上班的人呢 都归缩到了他们的乡下的家里边去了 你看这个第三纳是事物突然降临 那本文中第一个意思跟41课第二个意思 亚历山大有隐晦的方式告诉我们了 我们碰见宝藏可不能空手而归 得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这很明显作者跟妻子呢 跟太太呢 这个喜欢呢 这个清静 这个作者呢 我们很不幸 没有见到 因为我们在当时新东方开设这门课的时候呢 这个亚历山大老相声已经作骨了 但是他的这个妻子呢 如果文章中的我就是亚历山大的话 那么这文章中的这个女主人公 我们可见过就是他的遗孀 当然叫遗孀了 因为他老公去世了 作骨了 那到北京新东方的访问过 我们还亲自跟他交流过 这个朱利亚女士 这个我们新东方的讲这个新干点课程啊 也是历史悠久 也帮助呢 他这个拿了不少板税啊 所以呢 我们互相之间呢 也早就 咱们不敢说互相仰慕吧 反正是也都早有耳闻 我们回到本文中 你看本文中就是这个 亚历山大 邪夫人 两个人 玩得正高兴 突然间 好家伙 整个的地方跟着 澡堂子里呀 到处是人 受不了了 所以下一句话说 This was more than we could bear So we decided to spend our last day exploring the countryside 他说这呀 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受不了了 到处是人味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呢 就我们最后这一天呢 用最后这一天到乡下转转 城里人太多了 当然这个 This was more than we could bear 不能翻译成 比我们能承受的 要更多一些 这是我们早就讲过的 复习43课 咱们说过 大家应该还记得 叫 Be more than 达达达 can或者could 翻译成 是某人某物 所不能如何如何的 因为比他能够如何的 要更多吗 是某人某物 所不能怎么样的 咱复习43课 200页第14行 Dancing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这个跳舞啊 被证明是这个碟子 无法承受的 就小孩跳舞期间 碟子翻了 对 还有我们再复习复习 这个疼痛 我无法忍受 The pain is more than I can bear 这个故事 我无法相信 怎么说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西湖之美 语言无法描述 大家还记得吗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这几个句子咱们见过 下面咱换成英语汉 咱们再翻译成中文 长一点的句子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s far more than we could anticipate and deal with anticipate 就是expect 预期预料 deal with 是处理吗 这样一种 错综复杂的形式 远远不是我们能够预期 以及能够处理的 就超出我们的预料 以及超出我们的处理能力了 对 处理不了了 好 好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啊 本文中说 这个我们可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呢 就决定 spend some time 我们往往跟doing something 咱们还记得 对吧 这个doing 前面加不加in 都可以 就到乡下来转转 explore 尤其是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探索一番 对吧 城里人太多 去乡下 咱们看下一句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之前呢 当然是非伪动词 它的逻辑主语 当然就主就主由我们 就是我跟夫人 pick是渠道 就选某条路 是渠道的一条小路 path 是小路 什么小路呢 后面这代下号线 当然是定义从具 就是通往城外的一条小路 从这条小路走 这个led 当然来自led 这不会是个动词 它表示通往 在这通往城外 我们呢 就穿过了几片农田 我们这是field 可以表示田地的意思 然后后面时间状语从具 直到我们到达了一片密林 这个dense 表示稠密的 咱们以前讲过 人口稠密地区 叫densely populated area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这形容词 den 修饰物 当然在这不是木头 而是树林的意思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注意这个动词 take 这个take呢 在这表示 use a road path etc as a route to go to a place 就渠道 哪里 就是选这条路去某地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这个我去Scotland 是苏格兰的 我去苏格兰的时候呢 我通常渠道 M6 就六号高速公路 从这去 你看在澳大利亚这里开车 也经常有M 后面加个数字 在六号高速 我们知道在英式英语中 M 在这代替的是motorway 咱们是不是以前讲过 44个讲motorway 高速公路吗 在美国经常用freeway 对吧 我们取到六号高速 去苏格兰 这个意思 好 还有呢 这个另一个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通往 这个例的 它的意思就是 to go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or to a particular place 就通往某个方向 或者通往某个地方 那后面往往都加上一些介词短语 表示具体的方位 或具体的目的 你比如说 the path let down to a small lake 这个呢 这条小路向下 一直通往一个小湖 你最后呢 能到这个小湖这个地方去 再比如说 this door leads into the garden 这扇门是通往花园的 这扇门走出去 能一直进到花园里边 这后面加into了 对吧 再比如说 we follow the dirt track leading through the woods 我们呢 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 这个小路呢 是一直穿过树林子 它的方向是穿过树林子 这么一个方向 看的例子后面是 加上这个接词短语的 当然这个track 咱们以前呢 在39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咱们也讲过 是表示一般是由于人踩出来的 或者车辆压出来的这么一条路 并不是铺好的这么一个路 好 这是我们看的例子 本文中是 我们取到的一个通往城外的一条小路 穿过了几片农田 还到了一片密林 然后我们看 第六句 we expected the path to end abruptly but we found that it traced its way through the trees 我们呢 原以为 expected是预期预料吗 以为这条小路会戛然而止 and是终止 完了没了 abruptly是表示突然的 有的出乎意料的 突然的 唐突的 这个意思呢 你能以为的到密林这儿 那路就断了呗 结果我们发现 它弯弯沿沿的 从树 这个树丛中啊 穿了过去 那还有路 能穿过这树林子 当然这里 trace one's way 这可是咱们讲过多次的表达 叫弯沿的前进 这道路啊 像蛇形一样 弯沿前进 这个好几个表达 我们用trace one's way weave one's way 这个weave本来可以表着织布的意思 织布不是那个梭子来回穿梭 对吧 还有wind one's way wind本身可以表缠绕的意思 也是弯弯沿沿的 弯沿前进 那你比如说 highway 99 one's way along the coast 99号公路 沿着海岸 是弯沿前进 因为海岸本能就不规则 沿着海岸像蛇一样 弯沿前进 对吧 再比如说 Lorry spotted them as they weav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tables 当他们呢 在桌子中间就弯弯沿沿的往前走的时候 Lorry一眼看到了他们 这个spot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 就一眼看见 对吧 因为呢 这餐馆里都是桌子 这一个圆桌 那一个圆桌 你走直线 非创桌子上不行 所以在桌子中间 来回着穿梭的时候 是弯沿前进 Lorry看到他们了 本文中是这个小路 弯沿穿过了树林 再接着看 下面一句 we tramped through the wood for over two hours until we arrived at a deep stream 这两口胆还真大 你看啊 这个tramp 这个用词特别准确 就长途跋涉 尤其是比较疲惫的 拖着沉重的脚步 你赚了一天了 在树林子里 在走两钟头 够累的 我们是长途跋涉 穿过了树林 走了大概两个多钟头 直到呢 到一个很深深的小溪 这个stream是溪流 咱们再看下一句 we could see that the path continued on the other side but we had no idea how we could get across the stream 我们能够看到这条小路呢 在溪流的另一岸 在另一边呢 还在继续 那蜿蜒前进 但是溪流把我们挡住 过不去啊 刚才交代比较深的小溪 你要很浅呢 被不是汤水过去了 这过不去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何才能过去 当然get across something 穿过去嘛 但是这个have no idea 不能翻译成没有主意 而是不知道 这后面经常呢 加上各种各样的词引导的从句 这个不知道 我们经常可以用have no idea 或者有的时候也能把它换成not have any idea 不能翻译成没有任何主意 后面经常可以加that引导的从句 或how或what why which where 根据含义呢 这个连词也不同 就是不知道什么什么 如果是that 这个连词往往可以省略 我们看几个例子 he had no idea that she was like that 他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是那样的一个人 是那样他没想到 他不知道 不能翻译成他没有主意 这个that在这可以去掉 再别说 she doesn't have any idea where they've gone 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了 这不能翻译成他完全没有主意 注意啊 好 坐这两口子一看 走吧 过不去啊 这个 这有什么溜的 刚要走 你看 还是这个女人善于观察 但是suddenly my wife spotted a bolt moored to the bank 突然间 我妻子看到这个 有一艘小船呢 停泊在了岸边 这个spot不说了 咱们刚刚见过就看到 在刚才例句中就见过 对吧 看到一艘小船 什么船呢 后面有个后置的语 叫moored to the bank 停泊在岸边的这么一艘船 这是来自于呢 这个moor这个词表示停泊 这个当然它可以表示用缆绳啊 或者用铁毛啊 都有可能 我们大声读一遍 moor 当然这个词呢 急悟不急悟都可以 那本文中当然是急悟动词 因为它用过去分词被动的意思 被停泊在岸边 我们先看不急悟的意思 We moored alongside the key 这位key是码头的意思 我们沿着码头 在码头边呢 把船停泊了下来 这是不急悟 就是停泊 如果表示急悟动词呢 那后面可以加具体某个船 停泊在哪里 本文中告诉我们了 后面加这次to 那本文中被动的就moored 后面加这个to嘛 就是这来的 我们看一个主动的句子 那你比如说 We moored the boat to a large tree route 我们呢 把这个小船停泊在了一个大树根 这个地方 这肯定是有缆绳了 一头系在船上 另一时候呢 拴在这树根上 避免我们走了以后 船飘走了 这是停泊 本文中就是一个小船 既然是一个boat 它一般没有大铁毛 那是轮船 停泊在这岸边 然后呢 我们走近一看 刚好还有船夫 在里边睡觉呢 看下一句 In it there was a boatman fast asleep In it 这是把这状语 放在具手 这跟上一句 连贯感更强 上一句刚交代 不有艘小船吗 然后在这里边 In it 跟上一句 连贯的就更好了 有一个船夫 叫boatman 叫船夫 在干嘛呢 fast asleep 能不能翻译成 快点睡觉 这个fast 在这不是快速的 而是复词表示很沉的 就很沉沉的在入睡 当然这个fast asleep 是一个后置定语 它相当于 其实相当于一个定语从句 就是who was fast asleep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句子 你看这个who was fast asleep 加上以后是定语从句 当我们说的关系代词 跟后面的必动词 一般可以同时省略 省略之后就变成fast asleep 当后置定语了 其实来自固定搭配 叫睡得很沉 睡得很香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be fast asleep 或者be sound asleep 都可以这个sound 在这也是当副词来用 就很香甜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这么说 叫be sleeping 后面大家相应的副词 我们这时候经常用这几个副词 be sleeping deeply be sleeping soundly 注意 如果在这儿 我们习惯用soundly 但是把sound放到asleep 表语形容词前 我们用be sound asleep 这固定搭配把它背下来就行了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表达 叫be sleeping tight 也是睡得很紧 其实就是睡得很沉 就是呼噜呼噜打呼噜 睡得很香 好 再回到半分钟 we gently woke him up and ask him to ferry us to the other side 这个gently 我们以前见过 叫小兮奕奕的 轻手轻脚的 因为你求人家嘛 等人正睡着了 你说 哎 起来 他跟他打起来了就 对吧 船架 船架 行了 哎呀 轻轻的 比如这个 什么 挠挠挠门 拍拍屁股 对吧 反正总而言之 不能弄行了 然后就要求他 请求他 看能不能把我们两个人 渡到对岸去 这个fairy 这个fairy 这个名词 咱们以前见过 他本身表示渡口 蔡琴还唱过渡口那歌 也可以表示渡船渡轮 就是往返两岸之间的渡轮 那当然当这个动词来用呢 就是把人或货物运送到 这个某个地方去 就运送 叫fairy 动词名词 发音 评写一样 你像 fairy goods 把货物呢 运送到大陆去 在这可能就从英国送到欧洲大陆 对吧 再别说 can you ferry us across 麻烦您船家 能不能把我们 把它运送到对岸去呢 就用渡船把我们送过去 本文中就是能不能把我们 运到这个 对岸去 当然很可能就给 给一点钱作为报酬 这文中没有交代 好 后面呢 他说了 though he was reluctant to do so at first we eventually persuaded him to take us 尽管他一开始呢 勉勉强强 不太愿意这么做 正睡觉呢 这 睡什么去 对吧 挺不高兴 我们最终呢 eventually是最终终于 说服他呢 把我们带上了 就送到这个队岸去 可能就给了俩子 对吧 当然这里边两个表达记住 第一个是不愿意做模式 咱们见过叫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当然也可以换成be unwilling to do something 都行 当然还可以用persu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本文中的 这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这后边的这个答题 说服某人做模式 还可以用persuad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用into doing呢 来得更正式一些吧 好 当然到了对岸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奇遇 是不是碰见食人族了 还是遇见outman了 咱们在下一段 再接着说 在第二段说到 坐着两口子 坐着这个小船 就到了对岸了 咱们下面看第三段 然后呢 对岸不是那条小路继续吗 又沿着这个小路往前走 咱们看这句话 看屏幕 The path led to a tiny village purched on the steep sides of a mountain 这条小路啊 Lead to 它还是通往吗 咱刚讲的Lead通向某个地方 通往一个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呢 是位于呢 一座大山的陡坡之上 可能是云山雾绕的城坡 这个两口子胆还真大 也不怕这大山里有白骨精 对吧 当然这个purched on the steep sides of the mountain 这明显是个后置正与修士 这个tiny village tiny 咱们前二十个就出现了好几次 就小不丁点的 对吧 当然这个purched on 这个搭配咱们可讲过 比purched on 是表示位于高 而且比较危险的地方 咱们当时在这个43课 那就是那个全保险那颗书 咱们讲过 咱们复习一下 200页的第21行 在一个令人揪心不已的 这么一个时刻 这个碟子非常悬的楼的 就悬在了这个运河的这个岸边 在那个地方 眼看着摇摇晃晃要掉下来 突然间失去平衡 又滑到了水里了 就位于比较高 而且比较危险的这么一个地方 叫做burched on 当然呢 这是一个当位于动词 你当非位于呢 把b动词去掉 用过去分词当非位于不就行了吗 本文中就非位于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a house perched on the cliff above the town 这栋房子去那可不方便 在这个城镇上空了 一个悬崖峭壁之上 这个您得爬半天才能到那地方 就位于比较高 比较危险的地方 就跟英朝一样 本文中就是 这两口的体力真好 走那个树林子俩多钟头 现在还整个的爬山 爬到陡坡之上 胆也真不小 然后呢 这读者也好奇 有什么呢 咱们看啊 看下面第二句 咱们接着看屏幕 这个句子还是比较复杂 the place consisted of a straggling unmade road 这个地方 consists 后面 consists 或者叫of consist of 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地方是由一个 这个七牛八拐啊 不规则的 没有铺好的 这么一条路组成的 这个路不直 因为它不是盘山道吗 而且又没完全铺好 unmade就未完成的 未铺好的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一个定义重句 which was lined on either side by small houses 在这个七牛八拐的 这个路的两旁呢 每一侧呢 都有一些小房子 两边可能就住了 那山里的人家 这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庄 这个里边 首先咱们有一个生词 叫straggling 这可能有一定难度 当然我们先看呢 它来自于动词 straggle 咱们先看着什么意思 咱们大声读一遍 这个字没也是 梅花音 ad这个声音 大声来变 straggle 注意最后那个gold 就是舌尖底住上一根 是个舌侧音结束 它表示 grow or spread in an irregular or untidy manner 生长或者是蔓延 是用一种不规则的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方式 到处来生长 或者到处来蔓延 就像那爬山虎 到处乱长一样 这种感觉 就无规则的 或散乱的生长 或散步 你比如说 unpainted wooden buildings straggle along the main road out of town 这个一些没有 这个粉刷的 一些木头的 一些建筑物呢 这无规则的 沿着的主路 在出城的主路 两旁 有一些不规则 这一个那一个 这一个那一个 像这个藤子 到处乱爬一样 不规则的分布 再比如说 vines struggling over the fences 这thrilling呢 在这当然非为动 当后制定语了 这个vine 就是表示藤子 藤条类的植物 是什么呢 在篱笆墙上 到处乱长的 这些藤子 藤条类植物 就慢生 那么本文中 用struggling 表示这个路 不是七扭八拐的吗 它沿着这个山势 它不规整 而且这路呢 还没有完全铺好 就说明这偏僻的地方 又真是一个 这个很文明的地方 你这道路至少 你弯一点可以 到处 至少一个铺好了 铺平了 好 我们当然这个表示 蜿蜒的 本文中就牛 七扭八拐的 蜿蜒严严的 那表示这个 七扭八拐的 蜿蜒严的 咱们也可以用 这样的形容词 也可以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winding 注意不是winding 咱们前面讲过 那个wind 它本身可以 比较缠绕的意思 对吧 winding 七扭八拐的 或者用这个词 这形容词咱们见过 大声读一遍 tortuos 你一听声音 tortuos 扭了好几个文 是蜿蜒的 等一下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这个prospect 叫前景展望 咱们以前讲过 这个spec 这个字根表示 看 PRO是向前 手打梁棚往前看 这不前景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呢 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这是 就是把中国那个谚语 把它翻译成这个 再回到本文中 后面这定语 从这里说了一个 which was lying on either side by small houses 那当然来自于 一个急误动词 它不用被动吗 这个line 是表示 严某物排成行 这个意思 在这儿呢 可以当急误动词来用 所以本文中 用过去分词 用被动 就是被两边 这个两边 排列着 有一些房子 咱们先看主动 这个可能翻译成 中文有点别扭 你看 tod trees lined a road on either side 就是这条路 两旁呢 每一边 either是每一个 每一边呢 两旁都有高大的树木 就说明这是临因道 树木 这个道路 两旁的都有这个树 沿着这个道路 排成行 当然如果你要修饰 这个道路呢 那两边有树 那就能够被动了 对吧 你像 the road is lined with 或者是 is lined by tod trees on either side 意思一样 这道路两旁呢 排列着 这高大的树木 本文中你看 是不是也是用这搭配 它which was lined 它只不过呢 它先说呢 on either side 后面加by什么呢 by small houses 就是这个 这个道路 慢生的这个道路 两旁 各有 这个两边 都有一些小房子 后面再看 再看下去 even under a clear blue sky 这这次端语吧 甚至在 碧空之下 就晴朗的蓝天之下 the village looked forbidden 这个村庄呢 look是看上去 怎么样 forbidden 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冷冰冰的 特别不友好的 为什么呢 这个 在这可以引导 原因状欲冲击吗 因为所有这些房子呢 都是were built up 就是用什么材料建筑成的 用什么呢 用这个灰色的 这个泥巴砖 泥土砖 来垒成的灰了巴基的房子 如果你这小房子很鲜艳 很漂亮 赤城黄绿青蓝紫的 这很可能代表里面的居民的性格 可能就开朗 外向 活过 对吧 你说整个天天能够生活在灰了巴基 一团土了巴基 灰了巴基 房子里边的 恐怕这里边 非妖技怪 至少特别沉闷 这地方 整个死气沉沉 这一点呢 也不友好 后面我们再进一步看 看下去 The village seemed deserted 这个村子 seem跟刚才那个look 类似都看上去 desert就荒凉的吧 没人 然后后面出现一个独立主文结构 这个独立主文结构超级长 我们说独立主文前面那个with 那是可以去掉的 在这儿呢 就直接呢 用先说逻辑主语 这逻辑主语是 the only sign of life sign 这ugly looking looking looking我们讲过 这看上去什么什么的 ugly不是丑陋的吗 然后这黑山羊呢 on a short length of rope 是拴在呢 一小段短绳子上 用绳子拴住这黑山羊 这个绳子又在哪呢 tied to a tree in a field nearby 这绳子寄到了呢 附近的一块田地的一棵树上 就整个呢 这个地方没有人 就是一头黑山羊 在那吃草呢 咯吱咯吱在嚼草呢 除此之外 就死气沉沉 这是唯一的有生命的迹象 这个地方出现 突然出现白骨精 都不令人惊讶 那这地方 好 这个我们当然看上去 什么什么的 这个ugly looking这个结构啊 咱们可多次见过 就形容词 加上连字符hyphen 再加一个looking 看上去什么样的 咱们复习复习 咱们在第三课 曾经出现过 一个摩登女郎 大家还记得吧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看上去很摩登的 一位女士 我们在第34课还见过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 雕花的匕首 用有趣的 加hyphen 再加looking 还有我们第35课 咱们见过的 the sorry looking blackened figure 这个满脸羞愧的 这黑了巴基的 这么一个身影 还有本文中 这看上去 丑了巴基的 一只黑山羊 这都是形容词 加hyphen 就连字符 再加looking 好 咱们再回答文中 本文中这个黑山羊 怎么样呢 后面还有 on a short length rope 但是那个on 不可能表示 在什么什么上面 这羊不可能在那 走钢丝呢 对吧 他这叫on是表示 用呢 绳子等等 拴着某个动物 这个意思 你想 please keep your dog on a leash 我说您的狗啊 这么自己乱跑 这不行 那万一伤人就麻烦了 请呢 用一根皮带 把狗拴住 这个leash 专门表示那种 双狗的皮带 好 这是这个拴在一根绳子上 这一根绳子用的是length 这是表示一根 一段 一截 这个咱们也见过 第17课咱们见过吧 这个每一根钢缆呢 都包含两万六千一百零八根钢丝 你看这个一根一段 是不是用length 这个词 本文中就一根绳子 这绳子又绑在了树上 这个be tied to 是绑在什么什么上 绑在什么上 咱们也见过 这都是复习 咱们看到第16课 玛丽有头小光羊 对吧 74月第三行 He kept it tied to a tree in a few during the day 他在白天呢 把这个小绵羊呢 拴在田地里的一棵树上 绑在 拴在什么上 后面叫tie 再加tue in a few nearby nearby呢 是复词 在这表示 在什么什么附近 这个我们40课也见过 你看都是复习 182月的13号 这学生呢 藏在一个附近的拱廊里边 这个nearby 表示在附近 好 本文中呢 在这后面用个独立主格结构 就说明呢 它重点是突出呢 这个村子荒凉 这主要信息 因为独立主格呢 它不是句子 它被句子第一个等级 当然你要是用句子来写呢 也行 你要把它写成并列句 就啰嗦一点 咱们看屏幕 你要改成并列句呢 前面就得加连词and 后面那个being呢 这当然就换成位语动词was就好了 两个完整句的中间呢 咱们得加连词 用and的连接 这种独立主格 其实非常好写 咱们练几个吧 你比如说 这本书啊 很无聊 无聊用boring这形式 唯一有趣的部分 是它的封屏 叫cover 我们要突出这本书很无聊 把它当作主句 唯一有趣的部分 是它的封屏 我们当作独立主格来写 为什么独立主格呢 因为它逻辑主语不一样 前面句的主语是书 后面呢 有趣的部分 主语是部分 它这不同意 好 我们说说这句话 the book is boring 没劲 然后呢 the only interesting part being 是吗 being is covered 很好写 对吧 就是当然 它独立主格不是句子 但中间就不能用 这个连词连接了 对吧 它两个句子中间用连词 这个逻辑主语 后面加being 再加表语 就行了 对吧 我们再写复杂一点 箱子里的东西呢 令人失望 令人失望 就disappointing 对吧 这个箱子用chess 成贵重物品的大木箱子 这contents 是里边的东西 咱们以前都见过 三十二颗 见过的 唯一有价值的呢 发现 有价值的发现 我们用valuable find 这个find 什么三十二颗 一艘沉船 这么讲过 对吧 然后呢 是一柄 看起来很有趣的 雕花匕首 哎 雕花匕首 看上去很有趣 就是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这个表达 又在三十四颗 见过 咱们用三十二颗 和三十四颗的 这个表达 咱们再用咱们本文中的句型把它写出来 这是刚好对多颗书的复习 我们先说前面句的主句结构 前面用主句 后面用独立主文 箱子里的东西很有趣 先说这个东西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怎么样呢 were disappointing 非常令人失望 the only valuable find 是什么呢 being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你看好多知识 都是看起来眼熟 箱子里的东西 是令人失望的 唯一的有价值的发现 valuable find find当名词 是有价值的发现 这个一般是发现的 好的人或者事物 这是个不好意思 是用being就好了 标准独立者 看上去有趣的调花匕首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这个走到这儿啊 这到了村子里边呢 这作者呀 跟老婆呀 确实累了 你想啊 光树林里走 打多钟头 是吧 把这船夫弄行了 再过了河 整个又翻山越岭 再爬到这村子这来 我估计整个半天过去 饿了 所以呢 咱们看下一句 前面又是非味动词 sitting down on the dilapidated wooden fence near the field we opened a couple of tins of sardines and had a picnic lunch 当然这个非味动词 罗绩主义一般就是主角主语 主角主语就是we嘛 就是文章中的我跟媳妇 两人 我们俩坐在一个什么上呢 一个年久失修的 破败不堪的木篱笆 我们知道 delapidated生死中讲的 一般指什么 什么家具啊 或建筑物啊 等年久失修的 这么一个破篱笆上 这个篱笆在哪 在田地的附近 有个篱笆 就坐在那上面 我们打开了 a couple of 就两三个 几个 tin是罐头盒 打开了几盒呢 沙丁鱼罐的sardine 是不是沙丁鱼嘛 并且呢 在这来了个野餐 就开始吃饿了 哎呀 两人说这地方 你看尽管没有人 但是也是看着新鲜的 这跟我们在英国伦敦 天天看大城市景象 大不相同了 然后呢 但是突然间 咱咱下去 all at once I noticed that my wife seemed to be filled with alarm 突然之间 我注意到我的妻子 看上去 似乎满面惊恐的神色 那位说 是不是白骨精来了 当然咱们在这 作者没有写西游记 就是这真实事件 所以没有这个 这个灵怪在里边 当然首先 all at once 你不能翻译全部的立刻 这个at once 是立即立刻 单加复词all 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要翻译成突然 这三个表达意思一样 咱们早就讲过 大声再读一遍 all at once 注意连读 all at once 再跟天天连读 all at once 连读一会儿 再来一遍 all at once 就等于sutently all of a sudden 都可以 这个sutently sutton 后面是鼻腔爆破 本来是sutton 但是我们用舌头 不用爆破 贴住上颚 让气流从鼻子出去 我们再读一下 sutently 这后面的四个单词 连一块 all of a sudden 就突然之间 意思一样 我呢 注意到 后面加评一同句 我的太太 seem to be 是看上去 好像怎么样呢 be filled with alarm 看似满面惊恐 当然alarm 注意多一次 大家可能更熟悉 可以表示警报 咱们第十课 太太 你告诉她什么 讲过 警报被发出之后 但本文中很明显 不可能 我老婆 满脸是警报 不可能 多意思 在这的意思是 a feeling of fear or worry because something bad or dangerous might happen 什么叫larm呢 就是一种 恐惧 或担忧的感觉 因为坏事 或者危险的事 有可能会发生 就人们在面临危险时 这种惊慌 恐慌的 这种感情 叫alarm 比如说 she looked up an alarm an alarm 惊慌地 惊恐地 她惊恐地 抬起了头 再比如说 scientists have said there is no cause for alarm 科学家们说呢 没有理由惊慌 没事 大家这个烧弯物躁 该怎么活 还怎么老是活着 没事 there is no cause for alarm 表示 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惊慌 当然本文中呢 充满了惊慌的神色 充满了某种感情 这可是很久以前 咱们就讲过的 叫be filled 再加with 它不一定是 表示里边装的 什么东西 可以表示 充满某种感情 有好多像 be filled with anger 或者是fear anger是愤怒 fear是恐惧 dread也是恐惧害怕 horror是惊恐 又惊又恐 joy和happiness 是快乐幸福 death是怀疑 alarm看到了吧 充满了惊慌 惊恐 revulsion 是表示厌恶 admiration 敬佩 钦佩 remorse 表示悔恨 充满了悔恨 充满了某种情绪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他们的脸上突然间充满了恐惧 再比说 I am filled with admiration for your bravery 我对您的勇敢充满了敬佩 用这个结构 在未来54课 咱们会再次出现 这个大费可见相当高频 这是未来在244的第8行 knowing that the industries and live in a highly organized society 知道呢 这很勤奋的蚂蚁 生活在高度有组织的社会里面 那并不能够防止我们 看到他们在我们精心准备的 午餐上爬来爬去的时候 充满了厌恶 看到了吧 be filled with revulsion 厌恶咱们刚才不是讲过这个词吗 对不对 好 再回头文章 那作者呢也吓了一跳 你哥谁谁都害怕 怎么回事呢 赶紧抬头 看见什么了呢 咱们看下去 looking up 当然又是非为动词 抬起头来 谁抬头 当然是作者 因为后面主句主意不是I吗 I saw 这主句就俩字 然后后面是宾语从句 看到什么呢 we were surrounded by children 我们被一帮儿童所包围环绕 be surrounded by 就被什么什么包围了 什么样的儿童呢 后面叫in rags 怎么讲呢 这个rags就是乞丐服 穿着破衣啰嗦 就跟那丐帮子一样 一大堆小孩把我们给包围了 然后这帮孩子在干嘛呢 后面在那定义从句 who are looking at us silently as we ate 在后面当然写的字是定义从句 他们呢 一声不吭地静静地看着我们 很多咱们可能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 因为是这个穷乡僻朗的小孩啊 他可能见到陌生人呢 他也不说话 他就看着你 你跟他说话 他也不理你 SVA就是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迁套在定义从句里的 这个时间状态从句 不说话 一帮小孩 跟一帮小妖精似的 穿得破一啰嗦 满脸滋泥 我们这吃饭 看着我们 脸上面无表情 你要说是僵尸 冷不丁 看着也差不多 所以把作者的媳妇下狗枪 然后作者呢 毕竟大叫一家走南闯北 对吧 来小朋友 来点东西吃 杀丁鱼 吃不吃 来来点吃 所以你看 We offer them food And spoke to them kindly But they remained motionless 我们给他们拿了一些食物 并且非常慈善地跟他们讲话 小朋友 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啊 但是他们保持一动不动 跟木胎泥塑的一样 站那也不说话 也没反应 也没表情 一动不动 只有身上的碎布片 在风中飘荡 这想起来挺可怕 当然这个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这个表达 可以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大家也可以倒过来说 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本文中为什么用第一个搭配啊 本文中因为some bit比较短 them就一个代词 something呢 them food something也不长 本文中倒过来说也行吧 就we offer food to them 也可以 这个长得差不多 并且非常慈祥地跟他们说话 但是他们remain的保持 motion本来是动 这个运动 移动 less 这个字根表示不 不动 移动不动的 还是在那看着我们 没反应 跟没听见一样 但是作者呢 当然还是往好处讲 咱们看一下 下句 I concluded that they were simply shy of strangers 我呢 conclude是得出结论 或是便宜从去 他们simply是只不过相当于only 只不过怎么样呢 这个碰见陌生人呢 缅腆 小地方 小孩子 对吧 平时可能很少见外人 缅腆 这个be shy 我们家这次of 它有可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对什么什么 缅腆 羞怯 也可以表示害怕 害怕什么 注意它两个意思 你比如说 children are often shy of people they don't know 小孩子呢 经常对不认识人呢 他缅腆害羞 叫叫叔叔 藏身后出去了 他认声 害羞 可以用be shy 但是shy 特别用be shy 也可以表示害怕 不敢 你别说 I'm shy of buying shares in case I lose money 我怎么样 我不敢买股票 这个shares股份股票嘛 担心我会这个这个输钱 就是害怕会这个这个这个赔钱 在里边 这是害怕 不用说 哎呦 我休息股票 不好意思 并不是休息 是害怕 我们还讲过一个谚语 大家还记得吗 讲once bitten twice shy 什么意思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一次被咬了 被蛇咬了 twice 到第二次的时候 怎么样 能不能说他害羞了 哎呦 蛇没穿衣服 不好意思 不是这意思 第二次就害怕了 所以shy是多一次 那本文中这个确实是这个腼腆 那肯定有事就看见陌生人腼腆呗 对 然后呢 那我们吃完饭就走了 你们爱看就看着 对吧 反正你只要你 你们这帮孩子不吃人肉就行 对吧 然后呢 when we later walk down the main street of the village we were followed by a silent procession of children 当我们过了一会儿呢 沿着这个村子的这个主街走下去的时候 be followed by就被跟随 这follow不是跟某人吗 对吧 跟随某人 被一对莫不作声的孩子跟在屁股后边 我们跟大队长一样 对吧 跟着一堆小屁孩 依然他们都不说话 只能听在身后劈了啪了脚步声 还有碎步片在风中飘扬的声音 当然这个procession 咱们表示列队行进的一对人 咱们生死中讲过了 在这呢 一对莫不作声的孩子 但你注意这个silent不出声呢 没有修饰这个children 他修饰的是这个procession 这个我们讲过 这个如果一个名词前面有所谓的量词来修饰 咱们形容词习惯呢 是放在量词前的 咱们最早在15课就说过 看大家还记得吗 比如说一杯好茶 a nice cup of tea 我没有说a cup of nice tea 对吧 还有呢 这个一片美丽的原野 a beautiful stretch of field 以美丽片的原野 对吧 一潭死水 a stagnant pool of water 一死潭水 还有咱们第15课讲过的 就是咱们 这个70页的第6行 for most of them 对他们大多数来说 五十遍事呢 只不过是一笔小钱 也就买一大块巧克力就没了 很好的一大块巧克力 a nice big bar of chocolate 注意修饰这个量词 还有我们39课见过的 178页第二场 a nice obstacle was a shallow pool of water 我们下一个道路上的障碍物就是 一潭潜水 我们用shallow潜的修饰pool这个词 还有本文中的 a silent procession of children 一对漠不作声的儿童 跟在屁股后 好 咱们再看下一句 the village which had seemed deserted immediately came to life 这个村庄 就原来看上去很荒凉的村庄啊 立刻活跃了起来 就好像有 有这个小妖精去洞里报信了 大小妖精都出来了 当然这个立刻 immediately这个简单 便活跃起来 这个习语搭配还真的忌忌 这叫come to life 当然不能翻译成又活过来了 它是表示变活跃了 这意思是to become more interesting exciting or full of activity 变得更有趣了 变得更令人兴奋刺激了 或者充满了各种活动了 就活跃起来了 刚才死气沉沉的 现在好像复活了一样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match finally came to life in the second half 这次比赛呢 在下半场的时候 开始便活跃起来 就上半场双方的竞防守了 没什么回合 到下半场开始有趣了 好 怎么够活跃起来呢 做着描述特别的形象 咱们看下一句 faces appeared at windows 一张张面孔出现在窗户那里 这也想起来挺考虑 他没有说呢 人们从窗口往外看 他们没有说 a lot of peopl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这个描述呢 既啰嗦而写的 太苍白 在这呢 很形象 就一张张面孔 出现在窗口那 他形象传什么 对吧 你看我们要描述呢 这个一个东西啊 最好的描述是 让人身临其境 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就好像看到 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一样 里边我描述 这个人笑了 she smiled 这么描述当然可以 你要想变得更形象一点 你看我们更具体一点 这科学啊 要抽象 文学要具象 就越具体越好 你看我变一下 a smile appeared on her lips 这个appear跟本文中文一起通空之墨 一抹微笑 浮现在她的嘴唇上 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对吧 你看我们可以更形象一点 被形状都描述出来 你看 her lips curved into a smile 是不是也很具体啊 这curve叫弯曲的意思 咱们可以看到 她嘴角往上一扬 形成了一个半月眼形 露出了一抹微笑 甚至你更具体一些 如果想详细描述 我们变成彩色的 由黑白变彩色的 her rosie lips curved into a gentle smile rosie 这玫瑰花一样的 这个红色的 她玫瑰色的嘴唇 嘴角往上一扬 露出了一抹轻柔的微笑 你看 非常的形象 对吧 我们中文中也一样啊 你要是文学就得具体 你要说少女老翁 这就显得太抽象 我们换一下 红颜白发 你看 立刻就觉得具体起来了 对吧 本文中就是 一张张面孔 出现在窗户那里 然后具体还有什么人呢 我们说 men in shirt sleeves stood outside their houses and glared at us 一些只穿着衬衣 就是没有这个外边 穿西服的男的 站在房子外边 对我们怒目而视 以为我们是 这个强盗来抢劫的 当然这个 in shirt sleeves 这个shirt sleeves 中间加不加连字符都可以 在这的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dressed informally without wearing anything such as a jacket over a shirt 就是非正式的着装 她没有 当然并不是光屁股啊 她没有穿任何东西 在衬衣的外边 比如说外边没有夹克衫 也没有西服 这个套装等等等等 很随意的 就穿了这么一个衬衣 可能挽着袖子 这抱着膀子 站在门口 对我们怒目而视 然后还有什么呢 all women in black shorts peered at us from doorways 一帮披着黑围巾的 就整个头巾 连头都蒙上 这些老太太 从门口 就眯着眼睛 在瞅我们 谁呀 是谁呀 还有呢 the most frightening thing of all was that not a sound could be heard 作者描述的多么穿神 最令人恐惧的事情 是什么呢 是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就是那么多人 可能村里几十口的人 在窗口上的八头看的 门口的老太太 披着黑纱巾 在眯缝眼着盯着我们 几个大汉 穿着衬衣 镖着帮子 在那对我们怒目而视 连喘气声音都听不到 一点声音没有 there was no now that we were unwelcome visitors unwelcome visitors 毫无疑问 我们是不受欢迎的访客 但是there is no doubt 是固定搭配 就是毫无疑问 咱们二十五个见过 也可以把这个no doubt 换成no question 同一词一样 你看咱们122月21行出现过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she had not lost her daughter she would have won the race easily 毫无疑问 如果她要是没能 把这堕丢掉的话 她肯定能轻松赢得这个比赛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也讲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knew about the deal 毫无疑问 政府当初是知道这笔交易的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我们在这不受欢迎 然后下一句 we needed no further warning 我们已经不需要 further是更进一步的 对吧 更进一步的警告了 这警告已经很明确了 你再待再待 就整个人家拿着板斧 就出来把我们批了 背不住就当唐僧那么吃了 然后呢 看下一句 咱们看屏幕 turning back down the main street turn back 当然是扭向回身 走吧 咱们干脆走 撤了 然后沿着这条主路呢 一直走下去 但turning又是非非动词 逻辑主语就是主题主语 是我们就我跟妻子太太俩人 那妻子太太是同一个人 我跟妻子加一块俩人 quicken or pace 这quicken是加快 pace脚步啊 我们俩加快了脚步 快点走吧 并且and引出并列句 matter way rapidly towards the stream 赶紧的迅速快速地 rapidly不是迅速的吗 向那个溪流走去 这个make one's way 咱们在36回就讲过 朝某个方向走去 他后面经常加借此短语 朝哪呢 这是朝溪流啊 那条小溪啊 然后后面在这定语从具 We are在那里 我们希望那个船夫啊 还在那里等着我们 这个We hope 是牵套在定语从具里的一个主位结构 这是嵌入式定语从具 咱们一会儿做个小复习 这个剧里面首先第一个要记住 叫quicken one's pace 叫加快了脚步 我们看例子 thinking that she was being followed she quicken her pace 注意 这 pace还是用单数 认为呢 她被人跟踪了 于是乎这个女人加快了脚步 想把后面的人甩掉 那还有一个搭配咱们复习 叫make one's way 前往某地 它一般后面是加借此短语 表示具体的方位 下面我们复习 咱们第36课这个句子 166月19行 医院呢 被轰炸了 汉斯呢 就徒步走回了西德 这是向哪里走去 这也是加借此短语 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本文中 那个we hoped 这是个嵌入定语从具中的结构 这个小知识点呢 咱们以前说过 咱们做一个小复习就好了 嵌入式定语从具 这个叫embedded attributive clause embed是往里镶嵌的意思 这个定语从具的特征是呢 它既修是先行词 在这呢 既修是那个小溪溪流stream 同时呢 它又做另外一个主位结构的宾语 在这呢 就是嵌入的这个we hope 做这个主位结构的宾语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的就是 这个船夫还在溪流那里等着我们 对吧 我们复习一下 咱们42个就见过这个句子 in this 196月24号 in this part of the cave 在山洞里的这个地方 they could hear an insistent booming sound 他们能听到一个 没闻没了的轰隆轰的水声 which后面在家定语从具 注意定语从具的签讨 they found 他们发现呢 这是由一个从这个洞顶 清晰而下的一个水柱 而形成的声音 which they found 你看这个定语从具一方面修饰这个声音 二来又做这个they found 他的病语 这个声音是由这个水柱 从洞顶倾泻而下 注入到底边池塘的这个水柱 发出的 不正是他们发现的内容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嵌入式定语从具 再回到本文中 当然整个本文中 这个we're引导这个定语从具呢 说实话 它其实就是个病列句 你看我们看颜 看屏幕啊 如果把它还原成病列句呢 其实更好理解 是不是相当这么一句话 我们向着那条溪流走去 逗号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and we hope that the boatman was waiting there 我们希望呢 船夫呢 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你要是用病列句呢 第一个你得加联词and 第二个还得加一个地点状语 there 但由于呢 前面刚好就是这个溪流 刚好我们在这儿 把它病在一块呢 用一个we're关系副词 整个引导这个定语从具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一方面它引导这个定语从具 二来呢 这个关系副词在这儿 又是在定语从具里面 充当这个地点状语的作用 它简洁 好 第48课这个长篇文章 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儿